早上,各位好,HAPPY FRIDAY 因為EASTER開始,我相信大家都開始打機的禮會 也會進來在家裡,希望大家出入要小心 某個機會都不要出去 這件事都看中大家,全世界都會來家 不會出街,因為疫情問題 所以,他都開始鼓勵大家去家裡打遊戲 打遊戲,拆東西 巴加藥膏已經令大家打到暈 因為上星期的週末有這麼多人打 因為包皮 而上星期的普通Division Rifle 都很多人打,因為要拆巴加藥膏 所以,這次都很多人派獎 很多人還有好東西,很多人還有Sony 無論如何,恭喜 說回這張照片,今早8點多 簡單說一下是甚麼事 其實這張照片是一個早幾天都出過 類似的Webcode 就更新了 接下來的SBC會有些甚麼 我可以簡單說一點 上面這個就是講話 基本上就是Guarantee Rare Gold Player 86 我有一點點懷疑 Rare Gold Player會不會是 所有的都是 即是 只是普金Rare 還是會出到Icon 和Event Card 我有些保留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你會看到有一個叫做 FUT Store Pack Contain One Player From Food Birthday Shape Shifters 和 Winter Refresh 即是這個很大機會 就是Combine 對上三個Event 所有的卡 即是Birthday T1 T2 Shape Shifters SS2 加Winter Refresh 即是五個組合的卡 其實 這裡的卡的數量 其實是說 每一個Event 有十二三張卡 即是告訴你 有六十張卡 Impact 一齊給你抽 聽起來好像很吸引 每一個 你當成為十二張 乘五的都說 是接近六十張 Shape Shifters 加上其他 那 會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即是 所有最強的卡 給你Impact 抽一次 有比較多人用的 可能是 Ibrahimovic Fernandex 這個有 美斯 有 斌耶達 一個有 施朗 然後 這邊有 包皮 Edan Hussard 然後 有 Wendyk 有 POPPER 基本上就是這遊戲 普金來說 最 OP的人 最終極的版本 一起在這裡 給你抽 再加上 今個星期 會有 Team of the Week 的Moment Levandowski Sony 這些是好用的 所以 基本上就是一個 大集合 給你再 抽過這些 卡 那 所以我想解釋 多一點 就是 這件事 完全是令肥料 今早完全是 Skyracket 到七彩 我記得 八八今早 卡雲尼 還在說 33k 32k 我昨天 跟大家分析了 就是 不買 Team 2 的話 就 賣肥料 因為 大家 在沒有 Event 的時候 EA會出很多 SBC 給大家抽 任何東西 不會知道 是甚麼SBC 但這個 Leak out 已經說了 大集合 所以 肥料 已經在上 但是 我還有一個 確定 就是 究竟 這個 這個 什麼時候會出 之前試過 早一天出了 當晚馬上出 又有 隔幾天出 但是 安全起見 我建議大家 先取消 這個我長期建議 這樣做 OK 分析多一點 不說肥料的價錢 大家晚一點再說 分析 這個 SBC 即是 3個 大 Event 的 requirements 我們參考 之前 Food Birthday 即上一個 只有 T1 加2個 SS 其實 86 一張 IF 70 CAM 再對上一格 看看就是 Winter Refresh Guaranty Player 其實那次是少一點 好像是85 我覺得做一個 pack 都是 8萬元左右 好像7萬多 8萬元而已 但是 在於 今次 是說 Combine 5樣東西 給你一齊抽 我覺得今次抽一個pack 不會便宜 我當 今次可能的 應該是87 plus 應該會是 repeatable 我不敢說 但是 一件事 會很 影響 市場 很重要 就是 大家記得 現在 現在 這一刻 這刻 的SBC 昨天 是否出了一個 叫做 repeatable team of the week upgrade 大家手上 應該會有很多 很廢的team of the week 罵了七彩 EA 最厲害 都是那句 狗 現在 基本上 EA 是有可能 需要多些 informed player 的SBC 因為 知道大家昨天 中了很多 這些廢的 IF 都會鼓勵大家 用 中多了出來的 IF 來鼓勵你 consume 你的entrade 或者駁 你中的entrade 所以不可以排除 所以 說回 肥料 就是想和大家說 因爲 lead out 令到所有的肥料 都已經 爆爆爆爆 彈上去 你看看 卡雲尼已經40.75 8點多 起床的時候 還是 33度 昨晚入了的 麻煩大家 大家放了 永遠都是先取消消息 如果未進入那些 怎麽算 現在看到肥升 其實我 現在還做11點多 我建議 現在貴佬未起床 大家不斷地 做 之前我建議做的day trade 就算現在 例如卡雲尼 你可能會比到38 比較鬆 你照賣 因為它的價格 會不斷推高上去 可能推到今天 6.8點 加上很多人都會 在懷疑究竟會不會 會不會真的出 即是會不會真的 今晚出 因為有個很關鍵的情況 就是 看回這張照片 它建議大家 它的contain one player FUD player Shape Shiffer 和Winter Refresh 如果它今晚不出 這個 是明晚才出 而它今晚又出lighting rounds 拿著肥料搏 今晚大升 那些就糟糕了 因為有供應 沒有 需要 是很大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先防罪 當然有個機會 可以今晚像上次 ICON SPC 那樣爆升 但我永遠都不建議 大家 take this risk 因為是很危險 OK 這就是我給大家 肥料的建議 總會有人問 我不想炒肥料 我想買對 因為知道可能會跌 我建議 我建議 真是出了 先進入球員 來自用 因為那時候 開始會慢慢跌 但我有幾張卡 是想給大家 建議 今天 內 自己必 你不想炒肥料 想用 有幾張卡 我建議 現在可以進入 來想想 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彈上去 基本上第一張 我建議你先進入 一張 708K 好像升到很貴 其實理論上 這張卡 今天下午 會慢慢跌下去 因為這張卡的供應 又會出來 當然 60張卡 要你抽出來 不是容易 但過了這個氣氛 這張卡 都會繼續上去 因為我和你講過 無論用也好 或者炒也好 這張卡 都是屁肌 都是非常大的 需要 大家可以留意這一張 這張 今次的 Theme of the week 卡 我不建議大家 先碰 因為供應味 最多 因為 碰這些卡 我基本上是 星期二 我才會碰 或者星期一 下午 都沒有特別 這些生日卡 不用再想 到最後 想說多一點 就是 昨晚沒有 錄影 代表什麼呢 是否代表沒有 活動 沒有新活動 機會是大的 但是 EA 會不會出 生日卡 3 沒有人知道 因為 其實 EA沒有 沒有 錄影 還有一個 生日卡 不代表 不會出 3 我覺得大家可以 想一想 幻想一下 會有什麼 這 我給大家建議 所以 手頭上有肥料 繼續 下午 可以慢慢賣 因為 高位 應該是讓 外國人 醒了 好一點 今早已經有人很後悔 在我的Telegram 群人說 昨晚很便宜 然後按手機 Auto Release 然後 一聲 沒有了 但是在錄影 昨晚的價錢 昨天的群組也有一個師兄很誇張 入了10米肥料 恭喜他 我昨晚真的不是入了很多 我自己也是 賣 希望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訂閱 可以入我 分享出來的Telegram 好嗎 謝謝